週二晚間10點 記錄觀點就在公視13頻道 歡迎收看今天的五位好話說 南部來到港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康阿文 在這幾個月可能有些消息 我們要把它串聯起來 在法務部執行了 在最近有第二波的死刑犯 那我們也看到其中有三個死刑犯 他們捐出了他們的一個器官 造福了二十個人 那另外還有一個消息 就是前台中縣長黃仲生 這禮拜剛才對中國大陸那邊回來 他去冤枉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談的是 這個器官捐贈的問題 很多的時候在台灣 我們知道說器官捐贈 這個觀念好像談了十幾年 但是實際上每一年 大概有願意捐出自己的大體 就是透過這個家屬來說 願意捐出大體的大概就一百多人 但是實際上在台灣 等待器官捐贈的人 這樣目前大概都有六七千位 有很多人在這等待當中 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能夠等待到了這個器官 能夠重新再活過來的 那真的是說那就是一整個家庭 重新再活過來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的 我們現場的來賓 有捐贈者的家屬 還有受贈者 那當然也有專業的醫師 我們一起來談這個問題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是說 其實在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的 不只是牽涉到 所謂的一個家庭 他獲得重生 其實這對我們的一個健保來講 其實也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經費 還有支出上的一個 實質上的一個幫助 首先我要介紹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在我的左手邊第一位是 高雄腸科醫院心臟血管外科的主任 李方諺 李醫師 主持人以及公視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第二位要介紹就是 他是李主任的這個病患 那五年前曾經接受 換新手術的戴建國戴大哥 主持人 現場的觀眾大家好 他心臟換了好 他說他現在要做粗鋼 他剛來他今天工作 結束之後他就要水冬來 他說真的是臨性換作 就是黑白變作菜式 他到現在要過頭來做鋼 是他一個月 好 那接下來我要來介紹 他其實本身也是一個 在南部是我們南部的民醫 他在長根他接受了 肝臟移植的患者 他是這個移植患者病友會的會長 本身也是婦產科名的吳昇龍會長 主持人 全國的觀眾 大家晚上好 好 那另外就是中華民國器官捐贈協會的秘書長 就是過去他的哥哥在意外過世當中 他們決定捐出了他哥哥的大替 那就是吳映來 吳昇龍會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可以看到的呢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呢 其實呢 從今年到3月1號啊 全國等待器官捐贈的人是7000多人 但是實際上的呢 他們最需要的是腎臟 心臟跟肝臟 但是這些人大概都還在苦苦等待 其中最多的是腎臟 那真的能夠等到等到這些 比如說等到的一顆心臟 等到一顆肝臟或腎臟的人 真的老實說 比例相當的低 所以很多人還在苦苦的等待 我們先來看一段歷史 資深藝人石英幾年前因為拍戲勞累 引發猛暴性肝炎病危 後來是兒子捐肝給他才救回一命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現在是 同一個心肝就是了 我很感激他 知名造型施林立也曾經因為累出腎臟病 緊急換腎才找回健康 我的個人恢復的狀況還滿好的 可是朋友還有醫生一直叮嚀說 小心一點 這禮拜前台中縣長黃仲生 剛從中國做完患肝手術 之前也曾經因為悉情肝炎而一度病危 讓我能夠再一次的體會到人生的可貴 所以我一定對於肩肝炎 我要深深的表示內心的感情 其實台灣要患肝 患腎 甚至患心的病患還不少 根據衛生署最新統計 到今年3月1號 全國等待捐贈器官的人數是7084人 其中以腎臟 肝臟和心臟的需求最多 但是今年以來能如願接受移植的卻只有68人 比例相差非常的大 資深媒體工作者余輝強 三年前成功做了患肝手術 但是之前那段等待的時間 整個家庭每天都喊死神拔河 在等器官的時候 那個院長陳院長還跟我講說 你要等到事很難 他就直接跟我們講 因為太多人了 以我的症狀我還排不到前面 肝臟化造成四次大吐血 一個月就瘦了五公斤 每一次打噴嚏都會緊張 不止余輝強自己受苦 老婆和兒子更是擔心害怕 尤其家裡的經濟要顧 余輝強的身體也要顧 家人根本是蠟燭兩頭燒 她是一生病 好像就全部都不在承擔 感覺啦 我又要請假 又要照顧她 又要陪她們去評估 真的心力交瘁 一路走下來 求醫 求關係 甚至得求神問普 家人幫她求 朋友也幫她求 他們求的就是一個能讓余輝強繼續活下去的希望 那另外就有很多貴人 就包括求了那個平安符 我都把她留起來了 有滿多的平安符 還有那個 這個是阿里山的受贈公的 那個選天上帝 可是有 所以一路走來都受到很多貴人 看到貴人的幫助 不知道醒來是不是還能看見陽光 余輝強甚至還留下了遺書 要把她生餘的器官捐獻給需要的人 余太太現在獨來其實還是很激動 我還跟她講說 如果以後我走掉了 我也可以捐出去 然後把我的骨灰掃到河外山 因為那邊太漂亮了 熬過四個多月痛苦的日子 最後外甥決定捐出三分之二的肝臟 那小孩講的一句話 爸爸 我如果給我一個 等於就救了他們全家 貼得實在很感動 就剛滿二十歲一個大學生 竟然有這麼寬大的胸襟 真的很了不起 只是像余輝強幸運得到捐贈的病患 其實不多 余太太也說在加護病房期間 看到許多的病患 最後也都等不下去了 感謝真的是 也講了很多次 當然心裡一定很感謝 我現在就是一直把他當成 我自己的兒子一樣 甚至他姐姐妹妹 我都還是當成自己家人 當然他有這樣的舉動 我真的是很感謝他 真的很感謝他 台灣每年有七千多人等待器官移植 等待希望降臨的那天 余家人的故事 其實就是他們的縮影 現在余輝強對於生命 有著許多深刻的體認 更樂觀 更積極活出生命 但是另外七千多人呢 要繼續等 還是等到撐不下去了 或許這個社會要給他們的 是更多的支持 而提倡器官捐贈的風氣 也許是我們可以做的第一步 好 我們剛才看到了那對VCR 其實剛才那個VCR的 這個主角余輝強 他是我以前的同事 那以前我們就知道說 他肝硬化很嚴重 只是說還不知道說 到後來還需要到患肝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 知道自己的身體不好 對他自己來講 對家庭都是一種煎熬 我要先來請教的是這個戴先生 當你知道說自己需要 這個自己的心臟 需要換一顆心臟的時候 你的心臟是怎樣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你還可以去吃 那個時候真的非常緊張 然後到後來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在九月北方裡面 在科學機械在進行進行進行 也是臟臟的心臟而已 這樣 還在那裡也沒辦法 心臟要放給錢 那時候也是緊張 不知道有丹無還是丹無 還有一個問題 丹無丹無其實就是這個問題 對啊 因為我們說到我們臺灣 這個心臟就是器官捐贈的風氣 其實沒那麼剩 那特別是心臟的部分 不像肝臟或腎臟 它或許還有一些活體移植的一些機會 心臟你一定都要等到那種特殊的狀況 所以在這種等待的狀況當中 我想對於你跟你的家庭來講 是不是也覺得很煎熬 對 很煎熬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掛掉了 就是在那邊等而已 等著心情也是蠻複雜的 嗯哼 越等越緊張了 李淳你那時候就是家庭呢 比如說家人跟著你一起 家人比我 我回想起來家人比我還辛苦 就真的 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很擔心 我在那邊 他們也無助 他們只有在擔心而已 嗯哼 家屬 其實家屬的心情比病人還辛苦 嗯哼 是真的 你那時候你父母還在嗎 不在了 不在了 但是你其他的家人 你的 是我大姐 大姐 大姐他們比較緊張 嗯哼 是這樣 那我想接下來要請教的是吳院長 真的是 你自己變身是婦產科的名醫 當你比如知道自己得了這個 癌症之後 原本知道你自己得了癌症之後 然後到你還知道需要去換一顆肝的時候 你可以跟我們聊聊 因為我想跟一般病人的看法或心情有差別嗎 還是說其實也是一樣 對於活著這件事 嗯 從88年 得到那一場肝癌 移植 我在88年之後就在長根醫院 陳院長幫我開的刀先切肝 然後陳院長就告訴我 我的肝臟其實硬化非常的嚴重 他已經幫我排隊 等肝臟要移植 可是我跟陳院長講 我希望給更需要的人 我用我自己的努力 是不是能夠讓我的 癌症就好起來了 那麼這段期間一直到我 放肝這幾年裡面 我其實也非常的煎熬 因為這中間也經過復發 有一次的復發 還做了酸塞 還做了治療 還做了化療 其實也蠻辛苦的 那麼這整個心情 對於我來講 我是可以放下我醫院的工作 可是我整個家人 包括我的小孩 其實非常的焦慮 非常的不安 他們非常沒有安全感 對 所以他們蒙上了一層陰影 對於未來其實很不確定 你那時候孩子多大 我那孩子都還在念高中 都還在就學階段嗎 是啊 所以太太跟小孩 也就跟著在這裡面 也慌慌不安 是 尤其是我的大兒子 直到我得到癌症之後 他整個人的成績 一下子完全就垮掉了 那他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就造成的心神不靈 然後就課業就完全是 被當掉了 甚至學校安排他做心理諮商 結果他的結果是 因為他看到父親這樣子的生病 他覺得他念書也沒什麼用 他想辦法 是不是能夠來 想辦法來救我 所以他連念書的心情都沒了 其實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很多的過去有很多的病例 大家都在等 等說不知道你可以要等到什麼時候 像台灣我們先來看一個圖表 像台灣目前有效等待要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目前截至我們最新的資料是有7125人 那本年度屍體捐贈的總人數是29 那本年度器官捐贈的總例數就是95例 那目前其實需求的最多的就是因為台灣是一個洗腎大國 所以需要腎臟移植的人也是最多 目前器官腎臟需要移植的人有5,399人 那器官捐贈的數量其實也只有23人 肝臟的話就是1,000出頭 那實際有等到器官捐贈的目前是11人 眼角末是500多人有需要 那心臟的目前排隊等待的移植有需求人是131 那移障73人 肺障23人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真的就是等待的人很多 那真的能夠等得到的人是相當少 我要再繼續的請教一下吳院長 其實恭喜在威 那像黃仲生我們剛才看到 黃仲生他就直接到中國大陸去換 去換一顆肝換個肝 那您自己本身是醫生 我也相信您肯也有一些管道 你那時候為什麼沒有想說要去中國大陸換肝 以至於讓自己還是在那邊排隊那樣的等 對第一個我對我自己還是蠻有信心的 第二個我知道我有很多病友都跑到大陸去換肝 可是他們的育後很不好 那個我們高雄這個八八公路的那個營造廠 那個老闆也是我的病友 那後來他到大陸去換肝 回來沒多久就往生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醫生也是高雄的醫生 他也是保到廣州中山醫院去換的 那回來之後沒多久也是在我們長根醫院住一段時間之後 也沒辦法往生了 所以其實我對大陸的那種技術跟照顧 其實我還是沒有十足的把握 大陸的技術是土法鏈鋼 因為CASE開得多 所以他們的技巧熟練 可是他們術後的照顧的那個精細度 那個細膩度那個完整性 其實差我們台灣還差太多了 所以我選擇留在台灣繼續等 那像如果像那個戴大哥 戴大哥您等了多久的時間 我等了差不多三個月 所以那個李醫師 你一直剛才一直說他其實很幸運 他在這個等待過程裡面 是因為時間短幸運還是什麼樣的事情上幸運 我說的幸運就是像剛剛看的VCR 很多接受到這個移植器官 我要攻擊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 幸運的意思就是說心臟 或者是肝臟或是腎臟 器官等待其實很不容易 所以他說三個月其實也不算短了 但是我認為已經夠快了 因為很多的器官 包括在美國的統計 腎臟都要等上一兩年了 算年的都有 那心臟的話就比較困難 因為心臟只要不好的話 很快的他就死亡了 所以還沒等到心臟他就往生了 這是最困難的 所以我說戴先生非常的幸運 所以你那時候是說 有一段時間幾乎都是要靠儀器 來維持你的心跳狀況嗎 對 所以他那時候在等待 像李醫師 像因為心臟我們剛才提過了 心臟要做移植在台灣是比較少 而且這個機會其實也是相當的少的 像你面對這樣的狀況 是不是也有一些的病人 在等待當中就這樣過去 是的 沒錯 我在多年前來高雄廠庚上班的時候 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有個婦人大概四十多歲 這個坐著要喘沒辦法躺下去 那他就跟我哭著說 我有三個小孩你救救我 當然結果還是沒有等到心臟去走掉了 當然不只是說這樣的病人 包括在家務病房 大家也都知道 心臟功能不好的時候 也用上椰克膜 主動脈胖埔 椰克膜大家都很理解 少小林世界大家都受教育到了 像這些病人也很快 不能維持太久 就會死亡 但是在門診等的也有病人 我還記得在高雄 有一個建築業的大老闆 人非常的俊 非常年輕的 錢也賺得非常多 那在等待心臟當中也是等不到 有一次我知道 接到二號說他死掉了 為什麼呢 他那天早上開車 就把小孩子送到學校去 太太等不到先生回來 後來警察告訴他說 在路邊 車子停在路邊 他先生已經冰冷掉了 像這些事情 其實聽起來也是非常的難過 所以心臟或是說 其他機關的捐贈 在目前台灣確實是 風氣還不是很盛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就要現在來請教一下 那個秘書長 其實這些年你們一直在推 而且你自己本身 是一個捐贈者的 一個家庭出生的 你可不可以也簡單的 跟我們來聊一下 你為什麼會走上這條路 當初你們的家裡 遇到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想不管我們是誰 那個意外要來臨的時候 它不是我能選擇的 所以在85年的時候就是 醫生很健良的哥哥 他是海軍爆破大隊 然後就蹦一下 就從一個一樓半不到的高度 我從來沒有想過 那對他那個伸手矯健的人 但他就是到了就走了 就送到了屏東 從輾轉到長根 因為我們又聽到哪個醫生 我們就做了上帝的角色 到處輾轉轉轉 最後反而是當時 我們家反對的先生 他當時也是幾年來 我簽了卡一直跟他 常常拿著愛心在開玩笑 就真的愛心來臨的時候 那才是一個考驗 那當時是先生就在旁邊提醒我 我就說有沒有考慮 我們是不是跟老爸老媽講 幫老張的器官成為別人的幫助 其實那時候對我來說 簽器官捐證卡好容易喔 不過就是後來把哥哥決定捐了 以後我們又回到了高雄長根 所以醫院的部分 在照顧的部分是非常的好 就告訴我說你隨時可以終止 就當我們跟爸爸媽媽 嫂嫂跟嫉嫉都討論過以後 就說一個決定下去 就是我們全家人的決定 我們要一起面對死亡 我們要一起面對 不知道未來會有怎樣的路途 後來爸爸媽媽就是都非常願意 然後就是我們簽署了 器官軍的同意書 但是讓我敢捐贈 其實有的人也有一些人 會覺得我們很殘忍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中間 我不願意說你來做做家屬看看 那個過程裡面從腦死判定 那八個鐘頭每四個鐘頭一次 那前前五偷偷圍圍這些的時間裡面 沒有一刻我們不想撤手 但是我覺得長根醫院很棒 就是他那時候社工告訴我 隨時在刀子劃下去那一刻 你都可以說NO 這我就很興奮的跟我爸媽講說 我禱告上帝會有奇蹟在哥哥身上發生 但是隨時當我們後悔的時候 醫院不會碰我們不會碰老張 那這也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勸募在那個點裡面 把那個定心丸給了我們 因為你總不知道你的決定是對是錯 就這樣子哥哥就把他的心肝肺腎 眼角膜跟四大骨骼捐贈出去 所以但是其實在那當下之後捐贈出去 後來你們的家人曾經有覺得有懊悔過嗎 沒有耶 那面對因為這衝擊到的是台灣社會的很多的傳統觀念 我們家比較奇怪就是我們家做事情很愛想 但我們在做捐贈之前是全家飯桌上講得很清楚 就是後悔在哥哥的刀在醫生的刀子劃下去之前 我們隨時可以懊惱 一旦一愛人間成立的話 我們就必須停止這所有的一切 就不要再埋怨了 所以我們思考的很清楚 但如果要說懊惱應該是說當時還一直就是台灣在捐受雙方不能碰面 沒有人告訴我們受的一方好好壞壞 所以那時候那不叫做懊惱 應該是說很遺憾 不知道受贈者過得可好這樣子 好像幾乎都是所有的捐贈家屬的一個心聲吧 如果像是這樣子的話 當你後來你們有在跟這些受捐贈者的這些人有碰過面嗎 我知道你的母親好像曾經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面 其實大家都以為我做了秘書長 我們可以看到了受贈者 完全不是 在我哥哥 我大概是哥哥走後十多年我才回到了 我才來到協會服務 從志工到 從家屬到志工到秘書長 但是在哥哥走後第二年 可能那時候協會缺志工 在我做志工的時候 他們我們只要講了我們捐贈的時間 因為捐的人太少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 就是那幾位受贈者只要他有注意新聞會知道 這就是我的捐贈者的家人 所以他們是透過怎麼樣的管道 找到我們家不知道就碰面了 然後就不知道 他們就當他們跪在我爸媽面前 交大恩人的時候 我爸爸媽媽也哭了 那種安慰 不是我們這些女兒講了兩年的話能夠 就 所以我們其實是蠻感恩的 甚至包括李醫師的一個病人 劉寶華現在已經過世了 他當年 我們在一起宣導的時候 他就抓著我媽媽的手說 你不知道你的心臟受贈者在哪 我媽媽摸摸我就 踏去他那心臟 你知道我媽媽 其實不是我媽哭 後來社會想想自己也好呆 你摸摸你自己心臟不就會跳了嗎 可是那是不一樣的 那是經過醫生的手 完成了一個 把一個沒有辦法完成的生命 移植到另外一個可能要結束的生命 又再重新跳動起來 就我們那有一陣子 我們好喜歡摸心臟受贈者的 那種跳動的感覺 是一種好大的安慰 所以像那個戴希仁我想請教說 當你重新再獲得一顆心的時候 你覺得你的人生觀 你的想法 看法 跟你還沒有生病之前有差別嗎 有 有差別 真的有差別 因為說起來 我那時候回來心情之後 再生的時候真的非常的感激 感激 見證成給我再重新的機會 因為你的經驗順座是不錯的 這樣這幾年又下去了 你還要繼續處理做工作 秦宇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觀 還有你的人生的態度 包括很多事情的看法想法 是不是也有一個大轉變 有 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生活改變方法都已經改變了 因為過去的脾氣 社會 等待的心情都完全改變 民生也比較樂觀 變得非常的樂觀 變得非常樂觀 對 吳院長呢 你自己經過走過這樣一個生死大觀之後 其實這12年來 包括從92年 換肝 從88年到92年換肝 一直到現在為止 這12年 其實我人生一個最大的一個翻轉 我不認為現在的我跟以前是同一個人 尤其是換了肝之後 我現在已經完全放下醫院的工作 把醫院的工作交給我們裡面的醫生 那麼我到外面去做的是 第一個我會推廣有關器官捐贈的事情 當然我不是那種 那我只是在那種適當的場合 去給予適當的那種分享 像我們醫院裡面有一位醫生 我們醫院裡面的一位小兒科的醫生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是車禍腦死 那麼當他們在掙扎的時候 因為我的一句話 所以就牽了 我那一句話是說 你看看我現在 活著在做什麼 他們就牽了 其實在基督教裡面 我看了吳秘書長寫的文章裡面 他有一句話說 一粒麥子如果沒有落在地裡死 他還是一粒 但是他如果落在地圖裡 他就可以結出了許多的子粒來 我們這到底是一個換一個心情去想 還是說實際上 當你們也真的就有看到這樣的情形 是的 就是說其實不僅僅就是說 其實就是看到 我每次這樣我就覺得好 我就覺得好嗨喔 我就覺得說 雖然他不是來自於我哥哥的心跟肝 可是你看到還蠻感謝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 我哥哥就跟一般一樣 死亡就死亡了 他沒有再有一個服務人群的機會 他的夢再也沒有辦法完成 所以他走了就是那一粒麥子死了 如果沒有埋在土底下 不會結出更多的這樣子的 為社會再繼續圓夢奉獻的 好其實但是我們等一下要持續的 來探討一個實際的問題 剛剛我們看到了前台中現場 黃仲生他到中國去做換肝的手術 那我們剛剛也看了一個圖卡 就是說台灣其實很多人都是在等待 甚至在等待當中過去 那但是有人去中國換肝 除了有錢之外 那也要有合適管道 但是現在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中國的器官有很多的來源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持續回到南部來探討 我們繼續來了解 小小農作物種子 掌控著有機種植的關鍵技術 解決糧食危機和物價膨脹 一群農民學者展開保種計畫 確保食物永不匮乏 公視13頻道我們的島 3月7號晚間10點 為您播出保種救國 民國100年 公視將製作百年民語國系列節目 報導這片土地上動人的人事物 即日起至3月7日 請上公視官網參加百年印象 尋找消失的故事增進活動 除了有機會報導您的故事 還有機會獲得最好平板電腦 紓壓按摩技等多項大獎 百年民語國 與您一同找尋曾經有過的故事 歡迎繼續到南部來開港的現場 我們知道說我們台灣 主要換這個器官 不管是換這個課宗 心中 油漬人其實是這麼多 特別是洗油漬在我們台灣 這幾年這個憲報的基礎 終於要三百億 兩三百億都是洗油漬這個補均 只要知道其實你如果不要洗油漬 不要洗腎的話 唯一的辦法大概就是一個 去換一顆腎 但是我們說過了 在台灣現在器官捐贈的風氣不剩 那為了求活命 很多人到對岸去 到對岸去 甚至很多到對岸去的人 他們回來了 但是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那在中國這個器官捐贈來源 其實也是問題 我們先來看一段遺棋 台灣很多人等不到器官怎麼辦 過去有人選擇到中國去 又買的 換乾兩百萬台幣 換剩一百萬台幣 在中國器官移植是個缺凱子的生意 中國對歐美日人士的收費更貴 是台灣的兩倍 換乾四百萬台幣 換剩兩百萬台幣 而中國本地人呢 換一顆剩大約是四十萬台幣 這個行情在中國國際藏氣移植網際 支援中心的網頁有記載 當然隨著國際聲援法輪功的聲浪 這個網頁現在上網是看不到了 那器官都有定價標價了 明碼標價 你說他們國家那麼強大 怎麼會那麼殘忍呢 有哪個國家在明碼賣器官 都是人家大體要自動捐贈的 中國一年大概有 將近一萬例的移植手術 所以一年約有數百億新台幣的收入 中國的器官移植市場如此龐大 器官的來源九十個問題 在台灣在美國 都需要一個公平的器官捐贈移植 登陸系統 根據專家設定的各種條件 來決定等候的優先順序 但是在中國 沒有這一套分配制度 這麼多的器官到底從哪裡來 有人不相信法輪功學員 或者是死刑犯草草槍決這些事情 不過仔細想想 中國哪來那麼多那麼方便的器官 不過醫師也說 台灣人到中國找器官其實是不得已的 剛從中國做完換肝手術的黃仲生縣長 四年前醫師就建議換肝 但是在台灣要取得健康的肝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少器官移植的病患都想過 要不要去中國試試看 試著打電話問那個大陸那方面 那個統計醫院他就講說 台灣同胞都有優待 算你們四萬 他就說全包的話好像是五萬塊美金 可是他跟我講說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材料 要到越南找 只是這麼一試 其實風險真的還不小 就是因為中國的移植手術 不同醫院良又不一 再加上器官來源不那麼透明 捐贈者還可能帶有疾病 雖然中國這兩年開始禁止器官買賣 但是黑市的交易仍然實有所聞 就連台灣的器官捐贈網路討論區裡 都還有來自於中國的廣告 表明要捐腎臟 但是一顆要價七十萬元 沒錢沒關係的病友 很可能就因此冒了風險 李柏章醫師說 病友會做出這類不得已的決定 主要還是因為台灣的捐贈風氣不夠 政府也該更積極宣導 我們必須要建立我們本土的 一個器官儀式的一個發展 在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想就是說 這個不是一天兩天就得到結果 像對很多民眾的教育 或是整個一個醫界或社會來講 怎麼取得一個共識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只是看著七千多位等待器官的病友 他們下一步該怎麼走 要繼續等待 還是去中國博看看運氣 各種的痛苦與心酸 或許也只有病友和他們的家屬 才能知道了 好 我們剛才看到了 這個器官捐贈 因為我們台灣 在一個器官捐贈的風氣真的比較不慎 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會到中國去找一個機會 我們這裡也有做了一個整理的圖卡 比如說在台灣呢 就是腦死的病人 或者是像腎臟跟肝臟 親屬之間如果比對OK的話 是可以做一些活體捐贈的 那在中國的話 就是以死刑跟腦死的病人為主 那就是器官的數量 比如說這是以這個患肝來做比較 我們現在是以患肝來做比較 台灣一年大概是七八十例 那在中國的話 就是在兩千零五年 是超過了兩千五百例 那移植的費用 這是健保 在台灣是健保的給付 自費大概付十萬塊以下 那如果去中國的話 大概要三百萬到五百萬 那移植的風險呢 在台灣你要等 你就花時間等 等什麼時候等得到不知道 那可能要等到平均 要到三百一十一天 那在中國移植的風險 就是器官來源不透明 那也不知道 因為來源不透明 你也不曉得說 到底會不會有傳染的風險 那疏後的問題 當然就是一個器官排斥 那在中國大陸 進行手術之後的話 就是你回台灣 比較難追蹤這個器官來源 好 這是李醫師我想請教的 雖然說有這些問題 排在這個 排在眼前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台灣還是有很多人 去患肝 去患肾 你們剛才說換新的可能比較少 但是肝跟肾的確是比較多 為什麼 主要就是器官來源不容易 也曉得在整個器官移植要成功 有好多的層次 從一開始病人的評估 以及捐贈者的評估都非常的重要 不能有稍微的疏 在台灣是非常嚴謹的 那手術的技術來講 還有事後的照顧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事後常常就是說 排斥以及感染 都要非常嚴密的監測 在手術的技術 以及後面的照顧來講 台灣的水準 是絕對是優於大陸的 那唯一很可惜的 就是在器官的來源 這一點就非常 沒辦法去補足這一塊 那我所知道的資料 像歐美大概100萬人 大概有 可以有20個捐贈者 香港也有18 台灣大概7.2左右 所以遠遠是落後於其他先進的國家 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大概這些肝臟的 腎臟的病 因為沒有器官才病急亂投一吧 就往那邊跑了 可是老實說 因為你剛剛我們也看到 在台灣要排一個對症 要排得非常的久 平均要311天 那能不能熬過這段時間 這是一個平均 那有人甚至要排得更久 那像在這個腎臟 特別在台灣洗腎的人這麼多 很多人就真的是說 那就不如 如果付得起這個錢的話 那就會去想說 不然我去中國賭一個機會 像換肝的話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情形 我也知道 是的 那在台灣肝臟的捐贈 用那種腦死病人過來的 其實只有0.038% 0.038% 也就是說 就是說像去年 一整年才81個肝臟遺址的 也就是說捐贈出來的是81個 那佔了 佔了1千多個等待的肝臟的病人 其實他的比例只有0.038% 確實是太低了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 有的人就是說 在這裡等死不如到那邊去等看看 或許做看看 或許還有機會 既然這邊等不到了 那邊有可能存活的機會 所以就也是冒著風險 不得已的必須要到那邊去 對 那變成說真的也是一番的掙扎 也是被迫如此 因為我們台灣捐贈的比例太低了 因為腦死病人只佔了那個捐贈的 車禍意外的佔捐贈者的腦死的病患只有1% 那現在那種死情況的槍決 已經可能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這種人權團體的那種 所以我們台灣只能靠我們的各個管道 各個層面我們來推展 要不然到大陸去的肝臟的病患會越來越多 可是剛剛還提到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這樣在台灣其實這樣的一個器官捐贈的 這個風氣的確是不剩的 就是說可能簽這個卡的人 簽這個卡的人有幾十萬 比如說六七十萬 將近六十萬的人他有簽這個卡 但是實際上要經過這個 要是經過的層層的關卡 包括其實最難過的應該是家屬 願不願意這個問題是不是 對就其實常常簽卡人 我們其實蠻希望這些簽卡人 都不要走到我現在這個角色了 就是我們希望他們祝福他們能夠活到 100歲每一個人 我們有器官捐贈 手中的是尊重生命嘛 但是往往在我決定要捐贈 可是只要家人一個弄字 所有東西就 那問題是腦死的病患 它就是那個時間是很緊迫的 對所以其實可是我自己認為 就是說每一年意外死亡的人口 有至少是四千是絕對是個少數 一定不只這個數字 那如果我們的政策一些的改變 一些的還有一些我們的那個 推動的層面上 比如說家屬關懷 這個最基層的工作做到好 我相信一年三四百例的捐贈 願意就是說從意外人口裡面 抓出來的捐贈的機率 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我就覺得說很多在政策面跟各方面 我們是不是夠努力 包括我們協會 我們是不是推動的夠力 我們的政府有沒有看到這些的問題 如果真正達到的話我想 我不會指責 不會苛責這些到大陸換的人 可是他真正的存在的那個問題 影響的不是他們自己 甚至會回到台灣 會影響到台灣的各種的層面 老實說有時候人有時候在活著的時候 希望能夠活著的 希望能夠求生存的那種理念 那是一整個一家字的可能那種想法 那但是譬如說 因為我們剛才也持續的提過 到中國大陸去不管去像很多 像在腎臟的部分 好像是不是有很多人 比如說去中國大陸換腎回來 但反而比如說染上艾滋的 或者是他們得到這個腎臟癌的 或其他癌症的比例 其實也相當多 因為在來源不透明的狀況之下 都會有這種情形出現 是沒有錯 剛剛有提過就是說 遺址的手術要成功 前面的評估其實佔得非常非常重要 你只要一開始起步對了 大概後面就順很多了 像我隔壁這個戴先生 他現在可以生龍活五 上山下海的 在打工啊 做這個電焊工作到碼頭工作 都沒有問題 所以起步的評估非常重要 就剛剛主持人講的一樣 你當時來源不明等等的 這就有風險在了 而且在移植的病人 他要吃排斥的藥等等 平常我們一般的感冒不算什麼 一般的感染不算什麼 在移植的病人就要特別重視 而且要非常早期的防患治療 所以小小一點的這個疏失就會變擴大 所以才會有這方面的疑慮 所以在中國那邊換器官等等 可能這方面要特別注意 那其實那我們也要來看一段NPC 其實我們剛才這個秘書長提過了 我們台灣因為很多人都說 你就是要一個全屍吧 就算你出了意外 你什麼你還是要一個全屍 這樣一個觀念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樣子我把我的這個親人的這個大體捐出去 這樣是好嗎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也提到了說 像這個李醫師提到在國外 這個器官捐證的風氣是比較甚的 是比如說可能每百萬人口 是到二十人以上 那在台灣可能就七點多 那面對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政府單位 他們還可以再做一些什麼 比如說立法或者政策 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段NPC 楊欣勝的小女兒十六歲 因為車禍腦死 不過父親決定捐出腎臟 肝臟等三項器官 讓女兒疑愛人間 不過他說 儘管捐的器官同意書 他還是有猶豫過 這個不想捐的念頭 是想問我女兒同不同意 就是 花筆問你這樣 想到女兒只有十六歲 就天人永隔 父親說什麼也難以接受 甚至一度想尋短 他說女兒生前很曖昧 不能幫他美美的走 實在很內疚 不過當他看見醫院裡的病人 深受洗腎之苦 改變了他的觀念 人的生命是那麼的無助 尤其一個病人那麼無助 他需要的是什麼 那如果他能夠獲得一個腎臟 他可能生命從此就是改觀 器官移植真正的英雄 是大愛的捐贈者 大愛捐贈就有病患的生命 就有病患的家庭 也就有健保的支出 因為患腎後 一年所需的抗排斥藥物 要十一萬元 而一個病患 一年洗腎的費用 就要五十萬元 台灣有七千多位 需要患腎的病患 健保一年就支付了 三百億的洗腎費用 有做過腎臟移植的病人 他長期回到社會去工作 他的生產力 跟一個病人 你假如一個禮拜請假請三天 再洗腎的話 我想那種 對整個社會的負擔 完全不一樣 只是在台灣 要等待一個健康的器官 都得花上不少的時間 就像三十五歲的葉先生 因為糖尿病引發腎衰竭 年紀輕輕就得洗腎 當時覺得人生沒了希望 因為醫師說 要一雙健康的腎臟 至少得經過一年以上的等候期 它跟在像種大的頭一樣 你要基因要完全要吻合 而且血型 各方面的條件 都要非常吻合 你換這個腎臟才是有意義的 對 它好像很難找 是非常的難找 找到吻合的捐贈器官 對病患來說 就像種的大獎一樣 這是因為台灣 並沒有捐贈器官的風氣 即使現在全台 約有七十萬人 簽署了器捐同意書 但實際上 每年約只有兩百人完成捐贈 很多都是因為家屬 最後無法同意 簽卡的時候 那一瞬間 你當然可以自主 不過你簽了以後 你讓家屬知道說 你曾經做過這個決定 或者說你要簽的時候 你就跟家屬說 你想要做這個動作 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家人會去 你怎麼會這樣 好像觸眉頭 什麼東西 其實很多的全市的觀念 點點滴滴 還是一直掛在民眾的心中 美國有一些州的駕照 必須登記自己 是有醫院的捐贈者 而新加坡 則是必須登記自己 沒有醫院捐贈 也就是說 出了事 只要家人不反對 政府就把你捐出去 至於芬蘭 則是立法 惱死的民眾 有醫務捐贈器官 那台灣呢 我們正常 我們這個台灣的 惱死的判定 器官捐贈的還力 其實都已經很夠了 只是我們這一步 我們都還沒有把它落實 做得很好 其實人才培養是很重要的 這個 政府重視的時候 你就是 大家在照顧病人來講的話 就會更有視性 捐贈器官永遠是功不應求 只是台灣還有提升的可能性嗎 台灣每百萬人 有九人完成捐贈器官 歐洲每百萬人有二十個人 美國是二十二人 西班牙是三十三人 其實台灣對於 器官捐贈和惱死的判斷 都已經有相關的法律規範 只是政府 還得更積極落實與宣導 對於重拾生命的器官移植病友 他們每天感謝的不是只有天 還有那位捐出器官 讓更多人生命發亮的大愛英雄 秘書上我想請教 其實您在長期在推動的這段時間 您覺得說其實遇到的最大的 這個捐贈問題是 到底是文化的問題 是宗教問題 還是說其實是家屬 這個心理上很難走過那一步 其實詮釋還是排第一 你常常聽到還是會有一些 就會擔心 我簽了卡我就會死了 然後就被 可能就沒有辦法詮釋 但這幾年 就是說從一個家屬到我現在這個 坐在這邊 我每天接觸到一些簽卡的民眾 一些留言 Facebook一些的回話 我發現到現在有些人 他簽了卡退卡 或是他不願意簽卡 因為我每次我都希望我們的工作人員能夠 我們要清楚社會的現象 我們才能夠做更好的推動 我發現現在有 我覺得那是一個好的社會現象 就是我願意去簽卡 可是我要知道我為什麼 那現在有些人就說 我要退卡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我願意怡愛人間 可是我擔心我的家人 我捐完了以後我的家人 受到社會的指責眼光跟批判 但是很多的人員 包括有些在上位在做宣導的人 他沒有辦法了解身為一個家屬 你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知道你躲在暗處裡面 他做一個家屬 他並不了解器官捐贈 只是覺得我要把愛給出去 給完了以後的問題才出現 我們最喜歡的就是碰到這個醫生 因為他們對我們都很Nice 然後會跟我們解說 可是有些人他不了解器官捐贈 一個社會的眼光 一個鄰居的一個聲音 他可能就會躲在某處 他可能就憂鬱 可能就怎麼樣 所以很多簽卡人 現在已經開始要尋求那樣子的一個 一個他想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沒有辦法保證我的家人 能夠受到一個適度 一個合理的一個陪伴跟照顧的話 我不想簽卡 現在有不少的是這樣的一個聲音 所以其實比如說有些人他簽 老實說你說寫下自己這三個字 自己的名字這幾個字很容易 但是呢真的撞擊到的是身為家屬的這一方 對沒錯 那我們要請教一說 因為這都要經過醫生的這個專業的 比如說腦死的判定 很多人會覺得說腦死了 如果被醫生判定腦死了 就真的再也救不回來嗎 像以前我們同業 同業劉海洛 他之前在英國倫敦 他也是被判定腦死 但是他的家人不放棄 他後來還是活過來 像這些問題 可能還是會讓人家覺得說 就算被判腦死 但是他還是抱著一次希望 沒錯 主持人提得非常好 就剛剛秘書長講的一樣 到底捐贈為什麼 這個沒辦法風氣打開來 是為什麼 是沒錯 很多文化面 很多地區的一些觀念的問題 你想我們要買一個東西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喜歡去做它 那怎麼會喜歡去做呢 有些人怎麼會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這要去深深的思考 是沒有錯 是這個樣子 那剛剛提到腦死這個重點問題 其實這教育面 可能要比較清楚的去 再把這個消息 讓一般民眾去了解 其實腦死的判定 腦死其實在源自於法國 在1971年芬蘭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芬蘭這個國家 他最近強制的 你只要沒有簽不捐 你就必須要捐 這法律上定了 那腦死在定法 在全世界最早就芬蘭 在1971年 那再來就美國1975年 定了腦死 為了器官捐贈的 來定了這樣一個法律 但是大家要了解 腦死是非常嚴謹的一個過程 要兩個醫師判斷 要他沒有一些神經的反應等等 腦溫跟肛溫可能又不一樣 腦溫會比較低 簡單講就是你腦死的病人 他終究就會 心臟跟肺臟都會停止功能 就會死亡 也就是說腦死就等於死亡 只是時間而已 那那個時間的空差 讓我們醫生 可以做這個移植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醫生只是一個 媒合的角色 把兩個死亡媒合在一起 去重生了 很有意思的 一個等待器官他要死了 一個他也死亡了 只是還沒死 還有幾天就會死 我們把他媒合在一起 重生 而且這個捐贈者 還不是就一個重生 好幾個重生 所以腦死的概念 可能大家要了解 而且在醫院裡面 醫生這組群在照顧病人 跟腦死的這個 勸捐的是兩組人 所以照顧的人 會繼續會照顧病人 法律也規定 醫生會繼續照顧病人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好 我們等一下要繼續 回到我們現場 我們要來關心的就是說 其實對於捐贈者的大愛 那我們整個社會 其實都需要用一些 正面的一個角度 去看待這件事情 甚至可能我們要重新 來對於這些生死的部分 也應該有一些 重新有一些新的界定 待會繼續回到 南部拜開講給你 明慧這現場氣氛是越來越激動 山上獵人 失去了狩獵的地方 你中進我們的文化 我們中進政府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需求 還是說我們在考慮精神 跟文化層面就可以了 與山為伍的獵人精神 在時代巨輪和歷史變遷下 正在消失 瀋陽故宮名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之一 歷經大清兩代帝王在此生活與執政 本次選出124件 富含女真建國精神的文物藏品 展現大清六皇一后的泱泱氣勢 與宮廷御用之美 詳情請下02-2633-2000轉9 當我捐了天通卸下雪白的翅膀 可以讓她帶水繼續去翱翔 可以讓她帶水繼續去翱翔 當我捐了追逐停下尋龍的腳步 當我捐了追逐停下尋龍的腳步 看著世界更多的風景 手牽手借勵 轉臉多 老實說在討論這個問題 在看這些 其實很難不受感動 那其實我想在 這是對於捐贈者的家屬來講 他們其實碰到的是一個意外 那又遇到的是說 可能在這段時間 醫院的社工會開口說 如果遇到這個狀況你們願意嗎 像這 我覺得對一個捐贈者的家屬來講 他遇到的是一個雙重的 大的打擊跟一個問題在哪裡 是 其實 但是就是說如果是陪伴的關係夠 我覺得那個接受度會 我們反而是一種感謝 就會覺得說 你提供了我一個 我哥哥可能會活下去的一個機會 就在當時我就在長庚的時候 我們再回到長庚的時候 那給我的一個 就社工人員排在旁邊幾句話 給我很大的安慰 那比較怕的就是說 平常的照顧不夠 一旦看到了腦死 我們也有聽過有這樣子的個案 就是說家屬就會覺得說 像兔嬰你就來要器官 這是這幾年來 醫界也一直很努力在做 器官勸募的一個教導 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 真的能施病有輕 那當那個躺在病床上的時候 我們被勸募的 至少我這個家屬 我會覺得很感謝當時與我一起 並肩作戰的這些醫護人員 不是他們 我哥哥今天不會活的 雖然我現在不知道 還有幾位還在 你會不會想去知道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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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不到他們到底過得好不好 是不是說他們接受你哥哥的 百分之兩百人的影響 他的心 他的器官的這些部分 你會想知道說 到底他有沒有好好的活下去 或是怎麼樣 他們家庭怎麼樣 沒錯 你會很想知道嗎 會 幾乎每個家屬都會 但是台灣音樂捐受不能碰面 那其實我們蠻希望 當年在有長庚音樂協助 就是說希望醫院端能夠讓捐贈家屬 一張卡片不具名 讓家屬知道他們過得好不好 那是一個好大好大的一個安危 當我哥哥的受贈者 來找我父母的時候 我爸媽媽哭了 可是他就告訴我 我們要把器官捐贈 要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之後我哥哥的受贈者 就我們是因為也不期 我不知道他們就怎麼找到我們 他在94年的時候 他大概患了八年後 他也得了癌症離開了 那他也把他的眼角膜 留在這個人世間 所以其實透過這樣子 一個互動 我們也看到了就是 真的很感謝他們 就讓我爸媽媽看到 哥哥雖然又走了 可是他又活下來了 又變了又兩個人 這其實對你的父母來說 他是一個安危對不對 非常大 雖然裡面一定會有眼淚 但是就是 就是覺得連我爸爸 我爸爸五年前走了 他就告訴我說 你不能放棄器捐 不能放棄器官捐贈 因為對這種父母來講 其實最悲傷的就是 白髮人受黑髮人 但是他可以從這當中 他得到了一個另外一種安慰 很大的安慰 對 非常大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說 爸爸媽媽也看到捐贈家屬 沒有被公平的對待 就希望我 當時不知道我會做秘書長 就是希望能夠 在我們家屬聯姻會裡面 能夠幫助這些家屬 至少可以幫他們擦別人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做器官捐贈 那我們可以再招呼那些 真的是說 有些有等待的 這些不管是病人 或是說他們一個家庭 我想包括這個禮拜五 這是洗刑犯的一個槍決 那他們捐出來 捐出他們的器官 有三個人捐出他們器官 照顧了二十個家庭 那譬如說這一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很正面去看待 當然我們有看到有人說 因為是死刑犯的腎臟 他不要 但是如果說 就一個等待者的角度來講 你們會不會在乎嗎 戴先生你會在乎嗎 我不會在乎 真的不會 因為活下去比較重要 對 所以像李醫師 我們應該怎麼去看這件事情 是沒錯 很多事情都是一個想法 一個觀念 所以這又牽扯到教育了 譬如說你說他是男的 你不想要 他是死其犯你不想要 這是教育 跟一樣我要捐 我為什麼捐不出去 這個等於教育 所以我們醫護人員 在照顧病人的當中 當知道他腦死的時候 這個主機是這個團隊 就要告訴他說 你會死亡了 但是你有一個機會選擇 你有機會選擇 把愛繼續傳下去 就剛剛主持人提的一樣 跟秘書長講的一樣 接受者的家屬 終於知道了 他重生了 但是捐證者也知道 他的親屬並沒有死亡 還繼續活下去 大家還記得這個 我們一個黑人導演 黑人演員 威爾史密斯演的那個 犧牲有戲叫 Seven Pounds 他認識一個女兒 女孩 她是心臟不好 威爾斯他自己 後來把心臟捐給她 她刺殺之後 把心臟捐給她的 這個女孩子 就女孩子看到她 接受她眼角磨的 接受她肝臟這些的病友 去抱著他們 好像是抱著他們男友一樣 我非常感人 那不但是說 捐贈者很想知道說 器官跑到哪裡去活得好 其實接受者有時候說 也想回來 再跟捐贈者謝謝 也有這樣的例子 但是就是怕說有一些 不好處理的一個狀況 因為捐贈者家 還有家屬 還有各種家成員在 怕有困擾 所以我那時候在協會 有經驗到 是不是在一個平台 在一個捐贈協會的平台 先不要互通 中間一個平台 讓大家互通消息 真可以的話 就見面吧 這兩方面都非常的溫馨 知道說我還活著 我的親人還活著 當然有一個選擇 剛好我們一起提到 就是說在歐美國家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器官捐贈的比率是比較高的 那在台灣 那台灣的話 其實是還需要再加油 那像秘書長 你們覺得說在這一段時間 比如說像歐美國家 像芬蘭 他說你如果沒有說不 那就表示要 但是這個政策 在台灣形的頭 如果我們政府 真的要訂這樣的政策 我個人贊同 可是我知道在台灣 在目前為止 就我們接觸的一些民眾 很大量 幾乎是不太容易 就前一陣子 去年就是一個 意願上面 就沒有做一個勾選 就是你不說不要 就是要的時候 但是 器捐卡這樣子 一個簽署的時候 就整個鬧的版面很大 那時候有個政府瘋了嗎 就是那個新聞 所以我個人其實贊同 但是好像現在推動有點困難 對 李主任你覺得呢 謝謝 請問一下你哥哥 你對她的情感怎麼樣 有她就沒有我 有我就沒有她 真的是像透明人一樣 就是她走她的我走我的 還就拿太陽出來 威脅我就說 就是講話不要那麼過分 姐姐把房子 由哪去貸款 然後我跑去他們 回家去理論 那姐姐回來 過分千萬早白 也直接 我覺得她都是誤會 兩個都是我的寶貝 沒有啊 周遇到周四晚上九點鐘 爸媽熊很大 吃藥若傷害 救濟有我在 我生病的時候 醫生也是開這藥 對我滿有效的 沒想到這個藥 對我有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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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臥